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只操作容易 真空效果还提佳 把空气全部抽掉后 结果是不是很让人惊讶呢 哦 鸟死掉了 如果想了解稀薄空气的性质 我们就要多测一些物质在仪器里的反应才行 嗯 还有什么可以拿来做测试呢 啊 不行 不行 啊 对了 还有声音啊 我们把闹铃放进去试试看吧 好啊 把闹铃放入仪器 然后抽出空气 闹铃的声音会变成怎样呢 啊 不得了啦 太神奇了 居然听不到声音了 对啊 虎克 我没有重大发现了 在我和虎克做了各种实验后 发现没有空气 蜡烛就无法燃烧 声音无法传播 但磁力则不受影响 此外还得出气体压力与体积成反比的定律 这些成果都写在我的书里 关于空气弹性及其物理力学的新实验 欢迎大家找来看看哦